跟你回家 还记得跟你去玩 跟我回家 这个啊 嗯 来 空姐 我向你 参严了 对啊 看你啊 牙都在上面 谢谢 这是可以吃的 可以啊 什么情况 今天呢 过来跟你说一下 你那边不是鸭都卖完了吗 嗯 还有几只鸭 小时候也不用养鸭了是吧 不是不用养 是淡池 这个天气 放假了吗 就是说 那个鸭肠那里很稀 然后我要搞个大面的消毒 哦 嗯 小完猪了 然后看这个鸭苗多少钱一鸡 那多少钱 一个 不是不养 是淡池 半个月内吧 嗯 我就给你刮了 这个刮 不用你说吧 说吧 等一下我怕我 其实 不是这样 你说嘛 你先说嘛 嗯 这样的 对 过两天呢 我可能 我怎么说呢 我怕你说没事的 我承受得起 过两天我就回家了 回家了 啊 回家 你回家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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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啊 然后呢 然后 不是给小凤放假了吗 嗯 我就想 看一下小凤 愿不愿意 跟我去玩呢 跟你回家 还是跟你去玩 跟我回家 这个啊 啊 这个 也是算是一种玩吧 但是 这个 我想一下 嗯 我要想 想 想两个晚上还行 呵呵呵 想两个晚上啊 对啊 最近也不是说那个什么的 我要想清楚哦 你亲家不是有房吗 哎 住了 长期住在这里 感觉这里好湿 潮汽太大了 这个这个 那个房间哪是像水一样 水电洞 嗯 天气好 那个 那个 潮 那个 那个 湿气好一点 再 我 我怕小凤 过那边的话 不吸引那边的生活 嗯 还是不顾吧 不顾吧 你你 你这样吧 你带他 就是在 青州 范围 南陵 北海 呃 林山 这范围 晚上就行了 你那里可能他不适应 毕竟他在 在我们这边生活久了 很多东西他都适应了 一下子给他 换新的环境 肯定是不适应的 那就慢慢适应嘛 我觉得他适应不过来 啊 不行不行 这个应该不行 你带他在周边玩下去也行啊 我们这里也不是什么有 好玩 都带他去过了 广西 什么南陵啊 北海啊 什么林山啊 你那里有什么好玩的 嗯 打算就是说 带他四处走走吧 上上去嘛 他不是老是说 心情不好啊 什么这啊那的吧 当时好像有点远 还不远 兜兜兜 挂绳挂丝 嗯 这常在周边吧 在哪里 就是刚刚我说的啊 我们这边也很多流气的景点 也不一定跳那么远去吧 虽然说我现在的鸭卖完了 带他去广东打螺丝吧 带他去广东打螺丝 弄我的鸭怎么办 不是给他放假了吗 我放假我自己给他放半个月啊 一个月啊 我也没有给他放长假啊 放三个月吧 不行 放不了三个月 然后你看 我给他放半个月的炸 或者是一个月的炸 就是消毒这方面的 然后还有 如果我给他放三个月的话 那我一趟开塘的话 谁帮我 开塘啊 对啊 我也不懂啊 现在天气都那样子 这还说不一定看天气 那个鱼那么少开什么塘 哎呀这个 抓都没抓到 钓也钓不到 钓也钓不到 但是问题是你开塘他就有鱼了 这个我得想想 我觉得他有点眼疼 我怕他吸引不过来 然后在里面 他不是说 压的方面不痒的 那个什么的 然后还有其他要做的嘛 消毒这方面啊 大把是要做 好多工要做的啊 嗯 我只不过就是说 给他放半个月 让他放松 我让你给他放三个月 不行不行 三个月不行 一个月就那个了 三个月不行 不行不行 半个月啊 不行 半个月都玩不了啥呀 嗯 一个月吧 就是说一个月是最强的了 你说三个月的话不行 一个月 嗯一个月 哦那就一个月 一个月 去你那里 我觉得好像有点 不幸的啊 先从我们现在广西嘛 嗯 在慢慢的往我们那边走 就是说在广西待个几天 是吧 适应的好了 就往湖南走 湖南适应好了 就往湖北走 你那里说实话的 小峰座身材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你看 你们这里那么冷 说实话的 我们这里又不冷 现在夏天了 夏天 你看你们这边又有湿气那么重的 是不是 这个我要考虑考虑啊 这个我得考虑 我不可能一口答应的 我去看呀 考虑考虑 那行那行 那我去问一下小峰 那我去看吗 你看嗯 我去看 你看